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华文明自古崇尚自然 热爱自然 大熊猫来自800万年前的地球物种明星 中国辟出2.7万平方公里山林成立大熊猫国家公园 近2000只野生大熊猫在这里自由生活 繁衍深息 华定生态保护铜线 设立国家公园 建立自然保护地 与野生动物恪守距离 这是人类第一次面对自然生物的自我约束和退让 遍布中国各地的种制资源库 基因库 深藏着数以千万量级的物种生存密码 为全人类守护宝贵的自然财富 天然灵保护 山水灵田胡草沙系统治理 还自然以绿水青山蓝天白云 像保护眼睛一样 保护自然和生态环境 这个理念在中国深入人心 在这里 曾经灭绝的迷路不但恢复了种群树林 还被陈坯以化放归大自然 中国不懈努力 众多消失或冰危的野生物种 重新获得了生命的自信和尊严 海拔从七十米到六千七百米 云南是动植物的王国 人类保护生物多样性的历史进程 在这一时刻加速 中国以切实行动凝聚共识 担负使命 人类发出保护生物多样性 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的倡议 在这里 有一只胸怀世界的小鸟 每年秋季 小小的北京语宴开始谦飞 一路穿越三十七国家 最终抵达南非高原 在高飞鸟儿的眼中 地球是一个整体 飞鸟的国家不分大小 不分强弱 不分贫富 都是家园 与天地共存 与万物共生 中国将携手世界 呵护我们人类共同的地球家园 申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转发 打赏